中華亞求隊回來到我們臺灣 金五千的球媒 再回來到同企長來接機 中九年紅衣長對這次表現不說很麻煩 暗算要死掉中九年的節目 體育書書長想要給他慰留 希望紅衣長帶隊繼續拚明年的主計比賽 中華隊拿到為過期到大家最好的生意 第五名 但是中九年紅衣長看起來 好像不說很麻煩 那我自己帶隊成績沒有達到那個標準 沒有拿到澳門票跟大家說抱歉 這個好的這樣的一個機制跟帶領 我們一定是要繼續把它延續下去 中九年紅衣長暗算要死 但是體育書長想要給他留下來 還拚明年四月來去唱一個主計比賽 但是到時候會剛到 就要進入球團 球隊比賽的規則 球完到沒法度跟這回一樣 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現在是自由球隊嘛 所以接下來會有哪些球隊 所以自己還不確定 所以接下來還是要看球團人 到時候還是要看自己準備的狀況為主 對啊 我就是等明年再講 我現在還要一段時間嘛 我教練團願意給我這個機會的話 十二宮比賽對澳洲拿到MVP 也讓選中比賽最佳三輪手的翁尾成功 如果還有需要會再出來 但這回拿到最佳刀手 封武翁兩大國人的中央中央 在日本打集合壓球 每年四月球隊有要放人嗎 就很難說 共和隊立空立空年 大家唱一個主計比賽 要怎麼做一個最好的球隊 強行的就是一個難題 記者綜合報道